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2月14日情人节的老婆在加拿大 没有人见了 百无聊赖无聊 我妈妈就出院了 多谢大家有些人为我妈妈祈祷 但我妈妈说赤口也是想休息一下 我会探望她的 不过不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探望 OK 我们今次会说什么呢 第一是罗志刚说一些东西 我觉得有点凉薄 我想谴责一下她 另外 余若薇就说 传闻去隔离 不是中招 但基本上她没办法看黎智英做辩护 那我们就恭喜她 是不是 余若薇这些真是人渣 另外 世卫那边 其实有一些专家访问武汉 美国那边也有一些声器出来 但原来世卫有一些是罗生门的事件 你发觉这个世界真是老屈中国无穷无尽 这些是国际一点的事 但我今天晚上也来说了 免得拖了几天要中美争霸才说 OK 无论如何 我们先讲正经的意义 邀请大家订阅何志刚有仇必记的频道 分享 留言 赞好 和按铃铃 也请大家看看订阅和铃铃铃 每天有什么视频 因为星期日我出片 我有时不知道 有时我觉得我猶豫有没有东西说 但我又觉得我今天不说 那样东西的问题就没有了 但我觉得骂罗志刚 是代表我一些政治立场 我需要说的 所以我就算了 晚上也做 另外其实 如果你是支持刘文杰的朋友 我也坚持 请大家 如果你是支持刘文杰的朋友 你不要看 我请你不要看 这是我的路线问题 关于海洋公园 我和他冲突 他说是不可行 是不是 OK 没有的 大家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不喜欢人搞玄学 就是这样 我觉得一个政治评论员 不应该搞玄学 不论你是黄的或者是正常 或者是所谓的男 你是影衰了全行 影衰了这个职业 这是我的立场 你说这是分裂 我什么时候和他团结过 我什么时候向你推介过刘文杰 真的 好 那我们讲正经东西 海洋公园那边 其实在电视新闻 其实不是说太多 但是你看一小时的无线新闻里面 摆了这位女士 叫做尹 振英 这位女士尹振英 他直接指 海洋公园已经 很难和 这个珠海的 这个海洋 长龙海洋 王国去做竞争 因为人家第一件事比你便宜 地方比你更大 设施比你更新 而香港勉强要保持 海洋公园的设施 第一是浪费土地 第二就是说 本身过去 好像1314年开始 已经开始蝕钱 连年蝕钱 大陆人都会觉得 我去香港为什么要去海洋公园呢 这个已经不是我 何志光一个人说 不是闪师傅一个人说 连一些中大 虽然有人说 中大是暴大 我相信这位女士 她是 副教授 她这样说 是代表了一种理性的声音 她也有个学术地位 也叫副教授 她不会 胡说的 即是说她很正常地 按照她的专业 按照她在大学教授 酒店及旅游管理 这方面的学科里面的 专业知识 在学术上告诉你 海洋公园没有足够 即我不管 香港政府 为什么 你还要 保护海洋公园 你那个什么 邱藤华 你玩什么呢 是不是 你邱藤华 怎么说 早前我都骂过 另外一个叫做黄錦升 黄錦升 那次就说 大海龟要生蛋的时候 又是跟 刘明偉聊天 跟刘连和儿子聊天 接着海洋公园要保护 又说 有海龟生蛋 但是 其实香港政府 倾向地产 就很明显了 我再说一次 我 为什么要力主 要取消海洋公园 因为海洋公园 这里全部 本来没有填过海 海洋公园是这里 海洋公园是这里 海洋公园站 这里是海洋公园站 这里是警察宿舍 警察宿舍我都觉得可以搬 警察训练学院可以搬 这里是很大块地 但是这里整个山都可以拆 可以建 我就算假设全部建豪宅 或者私人公园 好像可以搬到这样 我当你都建了豪宅 私人公园 这里仍然可以 在海边填一条路 走到南丫岛 玩不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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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我再说一次 南丫岛 不是交的公园 没有法例不可以填海 黄錦升说 海龟生蛋 可以处理 你要填海的,你就找些潛水員幫忙搞定海龜,幫他們搬走 是不是? 你不可以為了海龜生蛋,不讓香港人有屋住 海洋公園就這麼大,不是很多 如果整個南丫島填填,填到它變成五角形也好,六角形也好,這樣填 田園是很多地方給香港人住 還是你因為你們服務地產,不讓香港人住南丫島呢? 那我不說你,劉文傑,你說我不可能是因為你被地產商收買 你是就不奇怪,但我猜你不是,就因為你是不是都要搏嘴 所以,是學術界,支持小弟的看法 另外,另一件事,就是說,海洋公園我再提一次是這樣的 另一件事,羅志剛我聽完,是好像很生氣的,接近一條電影的 真的沒辦法,就好像不肚不快那樣 即是呢,東方就說他鐵石心牆 因為呢,其實已經衝上7%了,相信過幾天 接著呢,羅志剛就說,其實有很多議員,其實有很多香港人說不想拿中門 然後羅志剛呢,假裝發火 就說呢,不想拿中門就是侮辱拿中門的人 你中門的意思是被腦傷病毒殘嘛 你裝什麼啊? 大哥 你明正言順出失業救濟金 我光明正大,我失業就去申請,為什麼不行呢? 羅志剛呢,是一個勞工福利局 他長期不讓香港人有失業救濟金 你搞保就業,就補了這些業主 補了,不是補完僱主,補了業主 你給那些僱主去交租 僱主就交完租,即是補了業主 那接著他們留一些水尾 就給僱主,現在你沒有拿了補就業啦 是不是呀?你輸送不到利益給地產商 你一個人用了三千億啦 是不是呀? 你現在去說什麼呀? 他說,這件事又說你已經有很多中門、遣散費 作為第一線的防線 所以就不可以搞失業救濟金 其實你真是滿口歪理的呀 香港政府呢 有邱騰華保護地產 有羅志剛保護地產 還有黃錦星 三大猛將保護地產 其實我覺得香港政府現在已經現形了 是不是呀? 你一邊就有一個 哎呀,你和曾鈺成同聲同氣 曾鈺成呢 其實較早之前呢 和香港主要漢奸 蕭若元是拍照的 林鄭就是你要保護地產商 選特首的特權 是不是呀? 你要一個新的特首好像你一樣 看到地產商好像一隻狗一樣 你用的人全部都保護地產 邱騰華 羅志剛 是不是呀? 黃錦星 接著你還要用的陳肇始 長期擋住我們有疫苗 你沒有一樣東西像樣的 喂,曾鈺成呢 這張真的值得說 曾鈺成呢 他 和黃毓民拍照是不少的 但黃毓民當時是立法會議員 你和他拍照呢?是正常的 但是這個 蕭若元是一個色情片 的導演 長期 搞一些輿論戰 用來抹黑中國 抹黑共產黨 你在香港製造顛覆與動亂 支持黑暴的人 雖然這張照呢 是他在黑暴之前拍的 但是你曾鈺成就是 你為什麼跟一個真正擺明的人渣拍照呢? 你好像你做 較早之前 四五年前 你說ViuTV開台 你說跟長毛做什麼 帶著矛盾去旅行 雖然有很多建制派都是一樣的 都會跟 那些泛民的人去拍 但是問題是 何君堯跟周庭去玩的時候 周庭是小孩來的 明白嗎? 就算說 蔣麗雲和林日熙 林日熙的時候還沒有說明是說明 但是你曾鈺成還長毛 一起去旅行 遇交似漆 蕭若元和長毛 黃毓民 就是香港的重要漢奸 你就可以跟長毛去完旅行 跟蕭若元攬頭攬計 他們那時候還沒有開口插畫港獨 但是已經暗裏搞港獨了 你曾鈺成為何要跟漢奸 勾堅答貝得這麼厲害呢? 我真的不明白 OK 但是 羅志剛那些 我真的不 再罵 真的浪費氣 因為你生氣的 他說如果要搞10月救濟金 就要停 他不停取消抗積金對沖 抗積金的原意是被香港人按牢 但是現在抗積金變成了 幫僱主存一筆錢 用來炒人 香港的抗積金對沖這件事 關什麼失業救濟金事呢? 你掛什麼勾呢? 鄧家彪也在罵 我不讀鄧家彪怎麼罵 這篇文章裡面 你會覺得 香港這些 所謂局長有沒有人性? 林鄭啊 這些公務員系統 你和曾鈺成連成一氣 根本全部是保護地產壓迫勞工的 大佬 我今天不說這件事 那就過了氣了 不過最後 世衛這件事 我快快去說一說一說 就是說 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 那個沙利文的人渣 他就說 中國還有 寫原始數據 沒有給世衛武漢調查組 但是 現實就是 喂 那個世衛專家裡面 有一個澳洲籍 那個澳洲籍 真的很尊重他的國家 他就是找東西來抹黑中國 那個澳洲專家在那裡屈 又說沒有給他數據 誰知道現在世衛其他專家 就大聲出了一些帖文 就說 喂 喂 完全 《紐約時報》是可恥的 《紐約時報》造謠中國拒絕向世衛 專家提供重要數據 世衛有一個專家在澳洲那個 是老屈 但是現在就說 世衛另一些專家 有幾個 這個叫Fisher 佛舍爾 他就說 這不是我和 這不是我和 流行病學的團隊的經歷 我們跟中國和國際流行病學的團隊 建立良好的關係 有著高度的參與和熱烈的討論 他就說拿到數據 另一位 另一位專家 就是說世衛的專家 叫達薩克 這不是我的經歷 起碼有一堆人 一齊就說 不是這回事 聽一聽 我們花時間跟記者 閃述 在中國長達一個月的新勞工作的重大發現 我們同事在轉開工作前 的說 卻被選擇性地錯誤 引述為來迎合新聞故事 《紐約時報》可恥 其實中國的崛起 中國的抗疫成功 美國真的可以說和BBC一樣 是好難無恥的 為了找一大堆 你專家組找一隻鬼進去 然後在那裏作文 但其他專家說不是嘛 大哥 然後大陸說呢 BBC呢 現在不夠的 我封了你 BBC世界台在大陸落地之餘 不夠的 應該要驅逐BBC記者 因為呢 西方呢 BBC來說 他除了出了一些 老鬱中國的 關於維吾爾婦女說 被中國官員強姦的報導之餘 他就封了CGTN 現在我封了你BBC下去中國呢 是未還完 如果有仇必報的話呢 在國家層面 就未還完 是應該對BBC的記者封了 現在我覺得這個世界呢 對中國當然啦 西方為了他霸權 幾百年來他殺人放火 是不是啊 現在你看到有人可以挑戰他 不讓他侵略 不讓他殘殺 不讓他奴役 他就抹黑了 所以呢 其實我講真的一句呢 打通一點來講 香港這些林鄭的勢力 是不是啊 你說什麼羅志光啊 黃錦星啊 丘騰華 這些就是英國走狗 英國人留下的垃圾 是不是啊 他就要服務地產 阻止我們香港人拿失業救濟金 年初三家要開你一年 說到這麼多 先說到這裡